您看一位就请这个宁仙华,宁仙华是中国明年主席宁仙华,是中国明年主席吗?请您介绍一下。 所以发生在民运民主人士也做过很多次劳,受苦了。 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先就证一下,我现在是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的主席,不是中国明年主席。 首先非常感谢这几位组织者,我们在过去都有很好的合作,就是在过去这几年来,我们的一期的不公道中也得到了这些。 安娜,请你把你的麦克风关掉,你客售我们都能听到。 对不起,提醒一下,没发言的人把声音关一下,谢谢。 这次与会呢,就是说,有很多,从邦体联学潮以来,就是当时的朋友和我来到美国以后,一起参加活动的朋友。 实际上,我这几年当中也得到了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。 这次就会表示感谢。 另外,就是在整个最近这段时间,由于出现了一些很特殊的情况,包括疫情啊,包括大选啊。 使中国的民众的走向,变得这个不说明,其实很多人都在观望,很多人呢,也都在思考。 其实这个期间呢,有很多朋友找我,提出了很多种想法。 实际上,我也借了一个机会,表示一下感谢。 刚才整体听了一下,这几位朋友的发言。 无论是王黛先生的提议,以组织情绪,还有赵新,还有六谈教授等等。 他这几种说法,我是非常赞同。 还有陈明先生提到推动开放网络的一件事情。 我强调一下,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一个组织上的一个重要性。 其实,我从89年参加民主的运动以来,差不多30年了。 这方面我感觉非常深刻。 作为一个政治团体,现在的就是在海外的一个政治团体。 我感觉就是有一个不是很清晰的这种现象。 就是无论是这个舆论界,还是各方面, 大家呢,就是由于没有农场,大家就在这个发言, 在15秒钟之内结束了。 对不起,对不起。 这样的话,我就强调一下。 如果有可能的话,我们要强调一个组织发展, 和这个组织形态方面的一些推进和改变。 所以说我完全赞同了,就是成立这种反共联盟这种形式。 在这方面,我也愿意为此做出一些工作。 好,谢谢大家。 好,谢谢。 因为举办方一再提醒,这个时间说是12点半之前结束, 所以我们后面的发言可能要控制这两分钟了,有点抱歉了。 那下面有一位举手的是刘大胜先生在举手。 那请刘大胜先生发言两分钟, 把音频和视频打开,其他人把声音关掉。 大家好,欢迎大家能参加这个会议。 首先呢,感谢大家参加,包括也感谢王丹先生, 还有许多人吧,许多人我也不认识。 依然感谢你们。 首先呢,作为年轻人吧,我觉得, 首先,不管是什么时代吧,民主宪政啊,自由啊, 包括人权这些精神啊,我觉得年轻人一开始都是很容易就容易接受的。 但是呢,过了一阵,他这个热情就会被消磨掉。 因为从事这种民主运动,它是需要毅力不停地去呼吁, 可能也会做出一些牺牲啊,等等。 这,当然我在美国遇到的许多的中国年轻人, 我认为中国还是充满着希望的。 毕竟来到美国的许多人都不容易嘛, 有的拖家带口啊, 并不是说来到美国全部都是衣食无忧的。 他们呢,在自己工作之外也会看一些视频啊, 跟我一些交流,希望中国人走向, 自由民主啊,走向台湾,或者就是那样的道路吧。 第二点呢,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民意啊, 包括美国大选这一块, 许多人产生了这个观点的分立啊, 就感觉对撞啊,一个支持民主党,一个支持共和党。 但我认为这个是大可不必的, 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, 他们两个党在国内, 他的政治观点是截然不同。 但是他对国外, 对他的美国的国家利益, 对他美国要主导这个世界, 要实现他的价值观, 那是毫无疑问的。 两个党他是在对外的政策上是一个党, 从国会中议院投票啊, 参议院投票, 对台湾流行法, 台湾保证法,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。 好的,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谢谢你啊, 谢谢你, 不好意思, 也是讲两三分钟是可以的, 三分钟也是可以的。